历史上有哪些女人 仅凭一己之力就毁灭了一个朝代 五大红颜祸水排行榜 慈禧只能排倒数 第一名让人咬牙切齿 第五名慈禧 控制清政府48年之久的晚清 实际掌舵人 一步步将王朝推向毁灭的边缘 说他是红颜根本没道理 顶段就是祸水 慈禧一顿饭百姓三年凉 一顿饭糟蹋108道菜 洗个澡要扔掉100条毛巾 这些贪图响乐的行为 比起他在朝政上的胡作非为 根本不算什么 阻碍光绪变法 挪用军费救园子 口骇宣战全世界 种种荒唐操作 搞得整个清朝 民不聊生 腐朽不堪 最终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第四名 陈圆圆 冲关一怒魏红颜 这句诗中所说的红颜 指的就是陈圆圆 陈圆圆本身是秦淮河畔的一名歌姬 后背吴三桂 鲁为小妾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 他的部下强行霸占了陈圆圆 恼羞成怒的吴三桂 打不过李自成 他便主动迎清军入关 至此大清入主 明朝彻底灭亡 其实说陈圆圆是红颜祸水 完全是后世的污蔑 他本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反而是一个最无辜的受害者 第三名 杨玉桓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 由盛转衰 这段历史跟杨贵妃迷不可分 她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 早期的李隆基 其实是一个很开明的皇帝 自从遇到杨美人后 便整日只顾后宫声色 彻底荒废了朝政 与此同时 他还重用了杨贵妃的亲属 杨国忠等人 导致朝廷奸臣当道 昏暗不堪 最终杨国忠和安禄山的矛盾 引发了安史之乱 唐朝的衰亡 有杨贵妃的责任 老铁门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第二名 包四 周游王风火气诸侯 为多美人包四一笑 这是历史上最经典的王国故事 包四是一个冷艳美人 相传他有个特殊癖好 那就是喜欢听猎伯的声音 于是周游王 就每天派人送来大量的上品丝帛 让宫女整天撕给他听 但包四还是不笑 最终周游王为他点燃了风火台 包四终于玩耳一笑 这一笑 让天下人都醉了 也让西周付出了王国的代价 第一名 达己 有了风神宝的渲染 达己几乎成了红颜祸水的代名词 周王自从拥有了宠妃达己 整日趁你享乐 修建九龄肉池 达己也顺利用自己的特权 迫害中粮 滥用酷刑 最终商朝灭亡 达己便成了遭世人破骂的 红颜祸水天花板 以上这些红颜祸水 老铁们觉得哪个最可恶 王国之祸真的是他们造成的吗 欢迎评论区 开会讨论